今天我们来学习五年纪的数学质量 首先我们来看公斤KG和克G的换算 那么红萝卜有1.3KG 茄子有1245G 范子有1.5KG 那么首先A把1.3KG换算成G 那么1.3KG我们要怎样变成G呢 那么我们的方式是 1公斤等于1000克 1KG等于1000g 那么我们必须用1.3乘以1000G来找出我们的答案 最后的答案是1300G 接下来看下面的 1u1分之1KG相等于多少g 那么有方法一和方法二 方法一就是 先个别换算整数部分和分数部分再相加所得的质量 那么就是1u5分之1KG 分开算 然后再相加 1乘以1000G等于1000 5分之1乘以1000 我们可以用三乘下除 或者是除了再乘 所以1000乘以5等于200 200乘以1等于200 所以1000加200 1000G加200G等于1200G 那么再来看方法二 先把带分数化为假分数 再进行换算 那么1u5分之1KG 把它换成假分数 加分数后是5分之6 那么5分之6乘以1000G等于多少 我们可以上乘下除 或者是除了再乘 最后的答案也是一样 1200G 同学们你们都会了吗 记住哦 1KG等于1000G 接下来我们来看质量的加法 上面有一个图画 那么我们来看第一题 以KG为单位 计算小猫和小兔的种质量 那么小猫是3.49KG 小兔是3.02KG 那么3.49KG 加3.02KG 等于多少呢 最后小猫和小猫和小兔的种质量是6.51KG 同学们你们都会质量的加法了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质量的减法 那么问题是两个月后 康达的体重减轻了多少KG 那么首先两个月前 康达的体重是44.7公斤 那么他在中间 他跟爸爸每天去跑步 两个月后 康达现在是39.4公斤 那么我们可以用两个月前减两个月后 两个月前的44.7公斤减39.4公斤 得到的答案是5.3 同学们你们都会了吗 接下来是质量的乘法 狗急子的总质量是多少G 上图说 每袋狗急子的质量一样 那么这里体重机 只1.4公斤 接下来我们来看质量的乘法 首先问题是 狗急子的总质量是多少G 那么我们来看这里 博博心里想 每袋狗急子的质量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到底是多少呢 是1.4KG 那么我们用1.4KG 乘以1234567 七包 那么7乘以1.4KG 等于多少呢 那么我们把KG 换去G 1.4乘以1000 等于1400G 那么1400G 乘以7 最后找到的答案是 9800G 最后我们来看质量的乘法 我把奶粉 我把奶粉平均 5.5公斤 同学们你们都会了吗 课本中的191页 192页 有单元13质量的测试站 同学们 你们能试试做 谢谢大家的观看